文章来源 美国中文网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 将扩大在美墨边境的庇护限制 巩固更严格的标准 这意味着许多移民将无法获得保护 周一的规定敲定了早先的一项政策 也就是 如果过境人数超过7000人 将切断在两个入境口岸之间越境的人 获得庇护的机会 但是 6月份实施的临时政策 允许在连续7天过境人数 降至1500人的情况下 重新启动庇护程序 新规设定了一个更加严格的标准 要求连续28天保持这一标准 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 此举旨旨在避免过境人数出现波动 确保越境人数的减少是持续的减少 而不是短期变化的结果 然而 6月份实施的规定从未解除 因为过境人数的7天平均值 从未降至官方门槛以下 促使人们质疑更严格的标准 是否有必要 官员们坚称 周一宣布的措施将更加有效减少边境移民 他们指出 自夏季开始以来 过境移民的7天平均值 约为1800人次 官员们还认为 在28天保持单日入境人数 在1500人次以下是可以做到的 一名官员指出 如果回顾疫情前的边境逮捕人数 你会看到 有几个月的水平低于这个门槛 移民维权人士已经严厉批评了6月份宣布的限制措施 称政府正在削减对逃离迫害的人至关重要的保护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已于今年6月提起诉讼 称该命令禁止为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庇护 违反了法律 但政府官员坚称 美国始终遵循其国际义务和承诺 即不会遣返可能受到迫害或酷刑的非公民 这位官员说 我确实想明确表示 在这些措施到位的情况下 那些使用合法途径和程序的人 以及符合例外情况的人 那些发现自己处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人 无人陪伴的儿童 仍然可以获得庇护 这些发现自己的特殊 感谢观看